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空天军狂扔制导炸弹成为了胜利推进的保证 而人民解放军也要好好学习 大家好 我是石涛 在最近俄乌冲突的一线 乌克兰人惊讶的发现 俄罗斯空天军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飞机 向乌克兰的阵地在狂扔炸弹 但这个炸弹不是以前那种老式的炸弹 而是名为UMPK型的制导炸弹 那么这个制导炸弹实际上 这俄罗斯通过拼凑一些成熟的组件 把以前的FAB系列的铁炸弹改装成的这种制导炸弹 但这些制导炸弹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这种精度以及威力的平衡 特别是以FAB1000 1500 2000甚至3000系列这种大口径的炸弹 为基础改装的制导炸弹 给乌军的一线阵地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那么也正是如此呢 在包括阿斯蒂夫卡战役等等在内的乌克兰认为坚步可摧的这种堡垒战之中呢 乌克兰乌军很快就在俄军的狂轰滥炸之下是败下阵来 根据统计呢2024年到现在为止的不到80天时间里面 俄罗斯空间军已经扔出了将近4000枚的制导炸弹啊 平均呢每天高达50枚 可见呢这样的一个使用强度呢给乌克兰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也带来相当大的杀伤 那可以说呢这种大口径的制导炸弹呢 在俄乌冲突的战线上已经表现出了它巨大的作用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解放军实际上也要参考这种非常有价值的战序 之前呢就有观众啊不停的在问 解放军为什么没有装备类似于JDAM 还有现在看到的UMPK这类的地心制导的炸弹呢 实际上之前呢在解放军内部呢 一直有相关的这种争论认为呢 在我们的预想的战场一旦开打 那么包括GPS等等在内的这种卫星制导系统 它的信号啊是有可能成为一定问题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发展 基于GPS系统的啊这种制导炸弹 那有可能在实战中呢是打不出我们所要的高精度的 因此呢解放军之前呢在制导炸弹的选择上呢 更多的偏向的是激光制导炸弹啊 激光制导炸弹呢可以取得更稳的命中精度 同时呢不依赖包括GPS 北斗格罗纳斯等等在内的这些 GPS卫星制导系统 但是啊我们要说啊随着时过境迁啊 大家也逐渐的发现啊这个GPS炸弹啊 它还是有它可取的地方的啊 这里面呢既包括了我们目前啊 北斗二代系统啊 我们自己的系统的这种抗干扰能力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集成了其他的一些更复杂的制导元件 使得我们的制导炸弹能够在保持低成本的情况下 增强我们的抗干扰能力和这个打击能力 在这样的一种平衡之下呢 解放军现在对制导炸弹的这种使用量呢 也是越来越大了 当然了在目前的这一些公开的报道里面呢 我们还很少看到制导炸弹的投掷与使用的镜头 那么这也与解放军在保密上的选择有一定的考虑 我们正式要在战前对我们的这些打击手段 进行一定程度的保密 以防敌人针对性的准备对我们炸弹的这种干扰措施 实际上呢在最近的一些军事报道的镜头里面呢 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解放军制导炸弹的这种身影啊 这也说明呢在强军备战的道路上 解放军并不会简单的抗拒任何一种武器啊 我们要的是啊 在我们预设战场上能取得良好效果的一切打击手段 因此呢未来我们估计也能看到啊 解放军类似的大口径制导武器 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这么一天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朋友们去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